套盤 這邊的價格大概六十到一百多左右 那如果比較大盤就是兩百二 我現在看到的是 然後走到這一家是賣銀飾的 他給了一個這個 這是我第一次吃 這條路也是蠻特別的喔 大家好 我是白麥 今天這支影片要帶大家去 Sampaign 走走逛逛 現在我在的地方是 MRT Wat Mangan 的一號出口 一號出口走過來之後啊 就是這邊的一個馬路 這個馬路可以通到唐人街晚上的夜市 這裡是白天的中國城 中國城早上跟晚上 是兩種不一樣的風格 跟不一樣的那種景觀啊 我還蠻喜歡的 今天去了Sampaign 批發市場 我想去看耳環跟項鍊 因為最近有我覺得還蠻可愛的項鍊 想去那邊買 那邊都是批發架 然後現在走到大街上來了 我想去Seven買一瓶水 如果我出門沒有帶維他命的話 我一般都會喝這個Energy 它有維他命B12跟B6在裡面 我喝這個是覺得還不錯 過馬路之後再轉這邊進來 就一直直走 其實不一定要照我這個路線啊 反正他就是在前面這一條路 你只要過了大馬路 來到這邊之後 就可以到Sampaign了 在Sampaign這邊的廁所都不太多 所以建議最好是到百貨公司上完 或者是出門之前上完再過來這邊 會比較好 走過來如果你看到旁邊 都是有在批發賣東西的店家 就代表說你來對地方了 然後到巷口這邊 再右轉 右轉進去這裡 這邊 然後就一直逛這一條路 就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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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你覺得好像都沒有賣批發的東西 就是代表逛完了 這邊呢主要就是賣百貨 衣服帽子 哇這條路也是蠻特別的喔 它是賣很多這種洞洞鞋 經過這邊有一家青年旅館 然後裡面也有賣飲料 飲料跟小麵包等等的在這邊 價格大概是75泰銖左右 75、85 這邊有一些店家 它是賣玩具的 小朋友會很喜歡的玩具店 這個是小汽車150泰銖 隔壁這一家店是鬼杂店 開的也蠻久的了 本地人吃比較多 鬼杂 鬼杂 在賞瓶這邊我來逛的經驗是 大概三個禮拜 或者是一個月 他們就會換一次商品 像是例如 這個禮拜 可能他們的主題賣 劍風扇比較多 然後可能過兩三個禮拜 可能又換成 項鍊 或者又過一陣子 換成那個棉被套 就是每次的 的類型跟主題都不太一樣 這樣子 給大家參考 然後這一家店 它是賣 髮飾的用品 這個夾髮 可以夾在頭髮上的 還有很多小夾子 跟髮箍 這種百貨的東西 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走到這一家 是賣銀飾的 也有賣一些百貨化妝包 50泰銖 今天想看項鍊 夾頭髮的 很可愛 還有這種花的 這家店是 也是耳環跟飾品 前面這一家 有我想買的項鍊 我們這邊也有快BABY的包包 然後這邊有一家 MOSHI MOSHI 這邊有賣一些小包包啊 或者是一些 裝東西的 環保袋 包包等等的 在這裡 價格我是覺得還可以 就是蠻實惠的 這邊有一個小杯子 五十五泰銖 也有各種的環保杯在這邊 還有這個啊 這是環保餐具 八十五泰銖 對 有一些小袋子還蠻可愛的 這個九十九泰銖 他們的補充品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一個大概二三十泰銖 它上面有寫尺寸 這個是二十九泰銖 它有這種的 現在我逛出來了 然後前面還有 待會進去前面 小吊飾啊 手環之類的 在這裡 這一家店是賣環保袋的 還有一些包包 特別包的 這一家店是賣帽子 還有賣這個 拜拜用的東西 這家也是一家百貨店 它的名字叫做 OK Station 這邊跟Moshi Moshi是蠻像的 這邊是特價區 二十泰銖一個 喔 這邊有賣福館耶 這個福館三十五泰銖耶 這個不錯耶 傳給我朋友看 這個是可愛的大小眼熊熊 八十泰銖 這個可以自己梳頭耶 這個好可愛喔 而且它的眼睛是突眼的 剛剛那個福館啊 我去給別人弄是兩百泰銖啦 就是有算工錢 它還是心裡會留下寫 海賊王的T恤 其實在泰國還蠻多朋友 很喜歡海賊王的 One Peace One Peace 在泰國 他們叫One Peace 應該是英文 英文名字 One Peace 幾乎三百九 欸 三... 要什麼呢 三百五 喔 三百五十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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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 他沒... 六百九 喔... 喔... 這邊也會有賣耳環或者是銀 但是它不是真的金跟銀啦 就是那種仿的 現在的話到另外一區 也是直走啦 它就是另外一段路 這邊就會比較多這種小娃娃 可愛的包包 還有可愛的飾品 你喜歡串租的話 這邊也有賣串租的東西 泰國傳統花紋的布 這邊環保杯賣的也蠻多的 小水壺 小杯子 保冰杯 跟環保袋 現在逛到這邊 再過來的話 這邊會有一些手繩 繩子 像這一家店有賣繩子 也是髮夾 就是大同小異啦 就差不多這幾類的東西 然後這一家店是賣夾髮 然後再過去的話 這一家店是賣包裝的 跟斷帶的東西 這一區就是賣手工的東西啦 還有布會比較多 蜂蜜檸檬蘇打 如果大家走到這個橋啊 這兩邊都有東西吃 如果你不知道吃什麼的話 你可以來這邊 而且這邊的店家感覺 還蠻好吃的喔 現在來到這一家店 這一家店 這家店 這家店好像是印度風味的菜 有很多咖哩類的 還有這種飯 咖哩飯 還有烤餅 還有這個耶 這個應該是我在網路上找到 還蠻有名的店喔 應該是這一間 那我要點一個這個 這個叫什麼 Pen Poly 然後這個是這家店的外觀 外面就是盒了 那稍微你比較鬆了 好 你好 蜜蜜的奶 沒配的奶 你長大了 喔 沒配長大了 然後蜜蜜蜜 好 好 有夠套盤 這邊的價格大概60到100多左右 那如果比較大盤就是220 我現在看到的是有羊跟雞肉 跟魚肉 這裡應該是不吃豬的 餐點來囉 這一道菜 他給了一個 這個 小罐的醬料水 這是我第一次吃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夾很多啦 吃吃看 然後點了一個白飯跟馬沙拉雞肉 我覺得雞肉是蠻嫩的喔 嫩嫩的 就是這種 胸的部分 然後它的醬料我覺得是偏鹹啊 那這還是可以吃得出來香料的味道 是這種紅紅的咖哩 咖哩味道還不錯 但就是有點鹹就對了 我先吃裡面的料好了 裡面是土豆 外面這個球啊 外面這個球啊 是那種薄薄脆脆的喔 它炸的沒有那種油耗味 蠻好吃的 加一點醬 它這個 它這個醬汁 到底是什麼啊 有蘇打的味道 有一點檸檬味啦 我覺得這個的話就是土豆加餅乾 好的大家 現在吃飽啦 這一條路還蠻多中東餐廳的 剛剛我吃的那一夾是印度菜 那一夾印度菜 我是覺得咖哩不錯 小餅乾也不錯 米飯的話 我覺得它有一點鬆 有一點乾 那我看它的餅好像蠻不錯的 是手工現做的 下次來可以試試看餅的 這個菜單 好的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你有什麼心得 或者是你想跟我聊天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還是想問我什麼有關於這附近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那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IG 跟Facebook的粉絲團 有時候會發布一些生活日常 跟一些那個遊玩的資訊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再見 拜拜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